在撒末尔记上里面我们看到约柜的存在 约柜是在出埃及记,在旷野,神叫他们所造的 约柜里面有法板 就是神所用纸头写的十戒 那约柜放在至圣所 那是神临到的地方 所以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神的荣光充满着圣殿 所以在旧约时代,神住在天上,众人所不能靠近的光里面 那神也住在地上,就是住在圣殿里面 所以当时他们在旷野的旅程,安营都是围绕着会幕 这个会幕就是神的同在的地方 今天就是指着教会 那这个约柜非常有能力 因为这代表神的同在 所以他们在过约旦河的时候 是祭司抬着约柜 那个水涨到两岸 但是张祭司的脚一踏到水里面 那个水就停止了 他们就走干地过去 所以这个神的同在,那个能力何等的大 那后来他们要打耶利哥城 本来他们不敢进来 也是因为觉得城很高大 他觉得没有办法打圣他们 但是他们就是抬着约柜 一天绕一圈 那第七天绕七圈 那大家一喊,那个耶利哥就逃了 没有用这个方式打散过的 因为如果神同在 哪里还有敌人呢 所以耶利哥就倒了 所以今天我们对自己内心的罪恶 或者罪性 这是强敌啊 用我们的意志没有办法胜过 但是神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天天绕着我们的罪性祷告 那祷告到最后他就倒了 我们就得胜了 我们就占领这个流奶与蜜之地 就是神的果实现 所以大家对约柜有很高的期望 这个是神的同在 他们也有体验 所以大家很放心啊 我们有圣殿有约柜同在 但是到了撒末尔记上就发现了一件事情 我们看撒末尔记上 我们看撒末尔记上 撒末尔记上第四章 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他要生孩子 here tells us in verse 19 that Eli's daughter-in-law and Phineha's wife was with the child 那生孩子本来很高兴啊 这是好事嘛 it was a good thing that she was going to bear a child 那最后他把孩子起名叫以迦伯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she named her child Ichabod 那这个名字代表什么 what does the name Ichabod mean? 荣耀离开以色列 it means the glory has departed from Israel 所以对 Phineha的太太来讲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so to Phineha's wife this was a very big shock 所以她把孩子取这个名字 that's why she named her child Ichabod 那在她要生孩子的时候 when she was about to deliver her child 十九节说 她听见神的约会被掳去 she heard the news that the ark of God was captured as recorded in verse 19 那神的约会被掳去 神就没有同在了 if the ark of God was captured that means that God no longer dwells with them 那神没有同在 他的公公就是先知以利 就死了 and because God did not abide with them her father-in-law Eli died 他的丈夫也都死了 her husband also died 所以我们看到 他家里有三个死人 so you could see that there were three people who died in her family 那以色列打败仗 and Israelites also lost their battle 也死了很多人 and many people died too 然后约会也被掳掉了 那这是以色列民历史一个非常黑暗的世代 那为什么这么有能力的约会竟然会被堵去 所以以色列民变成没有神的荣耀 没有神的同在 我们今天在走信仰的道路 如果有神同在 我们的生活是轻松 是喜乐的 那主耶稣说 我的淡是轻松 我的恶是容易的 那神同在 没有忧愁 没有害怕 就是平安 那神充满 就是喜乐 但是有时候我们感受到好像 生活好像没有平安也没有喜乐 那为什么好像神离开我们 那如果我们从 撒末尔记上的第四章 可以看到两个重要原因 在第四章的第四节 我们看第四章的第四节 请读 这里讲 以色列人要出去跟菲利斯人打仗 那菲利斯人也很强啊 所以到最后他们就到四楼把约会抬出来 这里特别提到 将坐在两个基督伯上万军的约会抬出来 所以这个约会就代表万军的神跟他们同在 那第三第五节啊 以色列百姓就大声欢呼啊 但是菲利斯人就害怕 第七节 说有神到他们营中了 我们有祸了 那第八节他就提起 神以前在旷野 用各样灾样 击打埃及人的这些历史的事实 但是到最后约会并没有带给他们什么好处 原因在哪里 原因在哪里 这是第四节 以利的两个儿子和佛尼、菲尼哈跟约会一起来 这个是问题 因为在第二章提到以利两个儿子在圣殿里面犯奸淫 因为在第二章提到以利两个儿子在圣殿里面犯奸淫 还有人正在献祭的时候把最好的肉都拿走了 所以这两个算是犯罪相当严重的人 但是当约会来的时候这两个跟着来 那有罪神就不会在其中了 所以圣经里面讲 神在以色列百中营中行走 但是如果营没有干净 神就离开了 所以这一点告诉我们 神其实是没有改变的 祂的能力、祂的恩典、荣耀没有改变 但是我们在圣默记上里面看到 每一个时代人对神的体验都不一样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生活是不是有圣洁 因为圣洁神才会同在 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在用人 这个也非常重要 圣经说在有钱的人家有很多不同的器皿 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 这是在人看起来价值的不同 但是在神看来贵重的器皿就是干净的 如果金器没有贵重 神也是不会用的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用人不是看世俗的条件 是不是金器 是在神面前有没有跟神相同的这种圣洁的本性 那神就会同在 事情就可以做完 这是第一个原因 为什么约贵会离开 约贵没有办法真的救 神会离开 因为以利两个儿子跟着来 我们还记得他们在攻耶利哥真的是打圣仗 他们在前面攻打耶利哥是打圣仗 那攻艾成就失败了 还是一样 因为亚干在里面 所以这个整个教会的圣洁 我们教会才会感觉到有力量 那再看远一点的原因 为什么这个约贵会被读 我们看第二章 三摩二七章第二章 我们再看第三章的十三节 在看三摩二七章 再看远一点的原因 这个约贵被掳 这个祖父啊 跟以利有关系 跟这个祭祀有关系 因为这里说 你尊重儿子 胜于尊重我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他儿子做的事情是神不喜欢的 因为他儿子做的事情是神不喜欢的 那有时候爸爸尊重儿子 怕儿子感受不好受伤害就不敢讲 我忘记在圣殿里面这是神做王的地方 所以忘记了神的感受 而且注意自己孩子的感受 那这样把孩子的地位拉高比神还高 这样神就不喜欢了 所以做祭司应该是把神摆在最高 因为他是神的工人 但现在他尊重还是过于尊重神 所以神就这样说 他是在第三章的十三节 作虐自招咒诅 却不禁止他们 所以这是约贵、贝鲁、荣耀离开神的两个原因 那这个约贵、贝鲁以后 他被带到 我们看第五章 带到贝利士人那里去 那到贝利士人的大滚庙里面 所以这个偶像全部断手断脚倒在地上 那这个就表示 不是有很多神 那他们所拜的神 是很多神当中的一个神 不是这样 那现在所有他们的神都倒了 都断手断脚就表示 只有一个神 他是真的 那从第五章的第六节开始呢 有一些人就生病了 那甚至有一些人就死了 十一节 所以对一个圣洁的人来讲 神的同在是一种恩典 但是对一个没有圣洁的人来讲 神的同在是一种审判 所以同样神的同在 他可能是福 他也可能是祸 福就是他可以得到神的灵敏 福就是他要面对神的公义 原因就是在乎这个人是不是圣洁 所以他们也不敢让约会再与他们同在 因为他们是不配的 因为他们不是神的选民 也没有遵守神的约 所以不配神的同在 所以到第六章 他就想办法要把约会送回去 所以他们非礼士顶的这些祭司 就想办法怎么让两个富恶的 有辱的母牛 第七节 他就用车子把它拉到回去给以色列百姓 那约会就被拉回到博士麦 我们看十九节 第六章十九节 再看二十节 这里说到博士麦之后 中文跟英文翻的不一样 中文是说七十个人被杀了 那时候有五万人在聚集 那为什么被杀掉 十九节 因为他们谈官他们的约会 因为在《出埃及记》里面有讲 人没有办法见到 《民宿记》第四章二十节 我们看 神如果很荣耀 应该是希望大家来看祂 原因就是因为人不配 神太荣耀,太荣耀 我们人太不圣洁 特别在旧约圣经 这个赎罪的宝血 主耶稣的宝血 还没有 那我们到西约时代 西伯来说 我们不是来到害怕的山 我们是来到永生神的诚意 因为主耶稣把我们的罪捷径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亲近神 所以神就没有害怕 那他旧约时代不是这样 看到就死 因为神太危言圣洁 所以在博士迈这里的人 因为有七四个人被杀 他也不敢让约会住在那里 这就告诉我们说 在服侍神 要照神的规矩来 神说要把它盖起来 不可以看 不可以看就不可以看 那偷偷看 就是违背神的诫命 那就做了神说不可以做的 所以后来约会就 他们那里的人 不敢让约会在那里 所以后来就搬到 第七章第一节 请读第七章 第七章 第二节 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约会同在 真的是有很大的好处 这里说过了许久过二十年 那这个二十年 以色列全家都倾向神 这个倾向就是表示他们的新生活一直往神这边调整 因为约会不配的人约会带给灾难 但是配的人约会带给他们福气 所以当约会与他们同在他们得到神很多的好处恩典 那这样人的心就出自然就归回向神 所以到了第七章 我们再来看第七章的十二节 我们再来看第七章的十二节 所以他们真的就打胜战 所以在一个地方米斯巴跟扇的中间 用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 那菲利斯人就被制伏 那他们就享受平安的日子 那特别说 我没有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 为什么这块地有神同在啊 有神同在你没有办法把祂打败的 不是以色列很强 是神跟祂同在 你就是没有办法打胜 所以圣经里面主耶稣就是磐石了 那如果这个磐石跌在谁身上就跌碎了 或者哪一个人跌在这个磐石他也碎掉了 所以以色列百姓有神同在之后就没有一个人敢动他了 因为碰到了就失败了 那为什么这个以便以谢神会帮助他 我们看第七章里面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我们看第三节 请读 第四节 撒摩尔就跟他们讲了 你要一心顺从神 然后要把偶像从你中间把它除掉 然后要专心归向神 他们真的就这样做了 把偶像全部都除掉 整个心回转向神 神就与他们同在 所以我们的生活虽然没有有形的偶像 但是我们要进一步把生活中无形的偶像把它拿掉 那是什么 会让我们向神分心的就是偶像 或者在我们心里面已经高过神 那个就偶像 对以利来讲他的两个儿子就是偶像 因为已经高过神了 他尊重孩子到最后是害了他的孩子 所以我们全心归向神 神就会与我们同在 那我们祷告就会很有体验 教会就很有力量 归向神 我们就可以体验到这里讲的一遍一切 唱诗 Let us sing hymn together 249 249 249